他要是聪明 看得清楚的话 他不干这个事情 他怎么干的 随习功德 这个法师辛辛苦苦教这些徒众 这么多人得利益 这么多人成就 这是法师教的 如果他聪明 他把法师的功德全部拿过去了 那么难 赞叹这个法师 恭敬这个法师 让这许许多多信徒 都来接受法师的教会 法师把他们教成了 谁的功劳啊 这是介绍人的功劳 你看都是我们的送来 我不送来你哪里知道 随习功德跟法师功德一样大 有时候还超过 如果你是影响到人的多 那就超过太多了 利益别人是真正利益自己 害别人是真正害自己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 明白这些道理的人 我们在过去年轻的时候 没有学到普贤诗悦 不知道 遇到这种情形 心里也很难过 学了普贤诗悦才知道 恍然大目 原来 自己确实没有受到障碍 受到障碍是别人 是群众 可是在今天这个社会 科学技术发达 我们利用高科技的工具 好啊 把佛法送到每个人的家庭 不必来到大厂 这是减少基督障碍的程度 这是听众不多吗 这几个人吗 他一看到你听众不多 也就无所谓了 你听众越多 他心里越难过 那个基督障碍的力量 这个力量就一强了 看到你没几个人 也就无所谓了 所以这些 科学技术 高科技 也帮助 许许多多同修 文法 语教奉献 得到真实的力量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要会修随习功德 修随习功德了 便宜占得很多 为什么呢 出的力量 很少 收的效果 太大了 因为奖金 奖金的法师 还要预备 预备这个过程 还在讲台上 辛辛苦苦讲 他在旁边 劝几个人来听 他的功德 跟法师就平等了 你说哪个话能来啊 明了这一桩事情 我们把眼睛 看远一点 看大一点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幸福啊 无界修行 建成 极乐世界 多么的辛劳啊 你看 社方祝福菩萨 都劝人到极乐世界去 去修行 去接受教诲 弥陀在那 幸福教诲 他们只劝的人 他们的功德 超过阿弥陀佛 你看 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多人去 一切祝福 劝导 释迦牟尼佛 劝导我们 搜破世界的弟子 求神进度 释迦牟尼佛很轻松 很省事 你们的夜长太重了 消夜长不容易 到极乐世界去 阿弥陀佛 帮你消 那迷得太深 迷的时间太长了 迷的时间太长了 破迷开悟不容易 到极乐世界去 都去找阿弥陀佛 他有办法保存 你看 释迦牟尼佛 只要说这几句话 这个人到西方 极乐世界就做佛了 他敢谁的恩呢 敢 释迦牟尼佛的恩 没有释迦牟尼佛 怎么知道极乐世界 怎么会到这来 所以 释迦牟尼佛的成就 跟阿弥陀佛 无二无别 随喜功德 这是一等聪明 这个道理要懂 随喜所得到的 真实功德